在前面几集,我们看到过太多的杯盘盆碗,不过还没有讲到这些餐具里边曾经装过的美食。 唐朝人的餐桌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? 在汉朝,人们举行宴会的时候实行分餐制,大家分坐在不同的基案前面,只从自己面前的基案上拿东西吃。 三国两进南北朝时期的情形也差不多,唐朝的人们非常喜欢举行宴会,他们大概嫌那种分餐制太斯文了,聊起天来也很不方便,于是很多人坐在一起吃饭的合餐制慢慢流行起来。 直到今天,我们还是习惯坐在一起吃饭,这个习惯是从唐朝开始的。 与饮食习惯一起改变的,还有家具,间比较矮小,唐朝已经有了比较高的桌子和座具,坐在高高的椅子上,前面是大大的桌子,人们围坐一圈,吃肉,喝酒,好不热闹。 外面大家吃得开心,厨房里可忙坏了这几位,中间这位正在推磨,他左手扶着磨盘,右手放在磨杆上,不过可能是推磨推累了, 他的右手显得有点有气无力的,头也吹了下来,或许正在休息,毕竟磨那可是石头做的,要长时间的推磨,那是非常累人的。 右边这位看起来就轻松多了,他正在充迷,一边干活,一边偏过头,和同伴在说些什么, 看他没开眼笑的表情,不是在给同伴加油,就是在讲什么好玩的事。 这位手里拿的是什么,你知道吗?这叫剥鸡,干什么用的呢? 粮食里面不免会有一些杂质啊,灰尘啊,骨糠啊,用它剥一剥,就能把杂质给剥出去。 这位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擀面杖,正在擀一张大饼,他刺耳倾听,肯定是在听聪明的人正在说些啥。 擀的大饼要怎么做熟呢?看他面前的这件圆滚滚的东西,这叫傲子。 它是一个中间微微凸起的金属圆盘,下面烧火,是专门烙饼用的。 这位大姐擀一张,烙一张,烙一张,擀一张,那可真是忙活呀。 这么繁忙的厨房都做出了什么好东西呢?对不起,这些都被唐朝人给吃掉了。 不过,偶尔也有漏网之余。 感谢新疆干燥的气候,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出了好几种唐朝的食物。 这个圆圆的饼叫做囊,是著名的西域美食,现在也能很容易买到哟。 但是这几件花式点心可就不太容易找了。 怎么样,有没有兴趣去厨房尝试复原一下它们呢? 如果你能成功地做出这些点心的话,那么推荐你挑战一个进阶任务,学做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几件唐朝点心。 这其中还有一个,对,你没有看错,一个饺子。 唐朝的饺子,跟今天的饺子已经完全一样了。 囊啊,点心啊,大饼啊,这些都是管宝的,但是办宴会的话,光有这些可不行,那还得有酒啊。 何家村的银湖,黑石号上的金杯,一定是成过美食的佳酿。 但我要给你看的不是这些,而是一套特殊的酒令,论语徒饮酒令。 酒令是聚会饮酒的时候玩的小游戏。 这套酒令由五十根银令筹组成,这些令筹装在一个银筹筒里面,筹筒则有一只唯妙唯孝的乌龟驮着。 行令的时候,大家从筹筒中抽出一根令筹,令筹上面都刻着一句话,前半句是论语的一句话,后半句则是酒令的具体内容。 假如抽出一根上面写的,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,上课五分。 上半句出自论语,上课五分,就表示在座的尊贵的客人,每人都要喝半杯酒。 你肯定发现,酒令的内容和论语这句话的意思是有关联的。 怎么样,是不是有点复杂,在唐朝参加饭局,没点文化,那可是不行的哟。 嗯,好了,酒足饭饱现在该干什么呢? 不如大家来喝杯茶吧,早在汉朝,中国就有了饮茶的记录,不过直到南北朝时期,喝茶主要还只是南方人的爱好。 唐玄宗开元年间,因为僧人流行坐禅,需要提神醒脑,所以喝茶之风越来越盛行,大江南北都开始喝茶。 在这种风气之下,茶盛鲁语,阴郁而生,他写了茶经,总结了茶叶种植、采摘、制作、鉴别和饮用的文章,是世界上第一步关于茶叶的专注。 这个小词人就是鲁语,他手里拿着的自然就是茶经了,据说当时很多茶叶店都会摆一个鲁语的词像。 如果生意好,就烧香上供,如果生意不好,店主就拿热水浇淘,这可真是太跟上了。 唐代喝茶的方式和精品很不一样,那时候大家会先用这样的茶碾子,把茶叶碾成碎末,然后在风炉上烧水。 等水沸了以后,先加一些盐,再用竹甲在水中搅动,随即把茶末放入漩涡的中心。 这时茶水中就会出现丰富的泡沫,最后再把茶水连同泡沫均匀地倒入茶盏。 这样的饮茶方式叫煎茶,是唐朝人喝茶的主要形式。 这套出土的唐朝茶具,有烧火的风炉,有煮茶的茶覆,有碾茶的茶臼,有盛茶叶渣的渣斗,算是比较简单的茶具套装。 不过这件汤瓶好像没什么用处,别急,它是唐朝后期新增加的茶具,主要用于点茶。 不过要等到宋朝,我们才会详细介绍点茶这种茶叶的新喝法。 什么?喝茶好麻烦? 没关系,黑石号上有一只长沙窑的瓷碗,里边大大的写着三个字,茶盏子。 那这只碗你拿去,想怎么喝就怎么喝。